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YES國際策局的時候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 烏丹丹的澤連基基 烏丹丹的澤連基基,其實這次突然間去訪問 英國,又去訪問法國,和新委成馬克龍 和索爾茨,大家一起聊天 更重要的是,他就是到處走,這樣也不滿足 他去了布魯塞爾 跟歐洲議會那邊聊天 而且呼籲歐盟領袖 應該在俄羅斯發動新攻勢之前 盡快提供烏克蘭的武器 而歐洲理事會的主席米歇爾也警告 未來幾個星期之內 很可能 將會決定 烏克蘭危機的走向 現在就是全面部署支援的時候 未來幾個星期之內 很快的 現在我看到 俄軍似乎 看過訊息 感覺到那種老臣在在 應該推進得非常順利 其實這次 澤連基基去歐洲求助 有人說是黑肚 好的 情況會如何呢 我們先談談這件事 YES姐 怎樣看 好的 因為我們談談 有一篇 作者 叫施克朗 叫施克朗 他寫了 寫了關於 這次 阿澤 不是完全說寫 阿澤 去 那個主題 不只是寫阿澤 去歐洲的 他是提醒了我們有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有些 重要性 我們大家拿出來 聊聊 用作者這篇的文章來談談 哇 出現了什麼事 拆下局 因為這個是拆下局的老手 我都真是 莫拜得很重要的 我經常追 OK 說回來 這個作者這篇寫在2月8日 就說有些特別事發生了 是風鬥和黑天鵝 黑天鵝當然是 無緣無故2月8日 什麼時候大地震 搞到 所有的國家都 亂了一團的 還有 基於其他的新聞資料 就是 就來國城之民之前 那幾個小時 十個八個小時 發生了這個地震之後 老拜 是沒有 沒有任何特別表示的 哎呀 就是我們會慰問 沒有 沒有說過 哇 就是你知道 老美和這個 不是不是不是 賜子大哥 現在土耳其 又有一些很好看的東西 將來是不是 那還有就是 剛剛 大地震那天 我們就沒有留意到一件事 這樣才是厲害的 這個功鬥原來才是厲害的 習司機 就是 背後有老闆 所有人都知道 那這個氣氛 就去找另外一個 氣氛之一來的 那就去了 老鷹這支搞什麼棍那裡 是不是 老鷹搞搞棍呢 經常都把歐洲搞到 一團糟 是不是 之前脫歐啊 什麼什麼什麼 又入歐的時候 在這裏 大姿態 脫歐 又搞到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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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呢 這兩隻氣氛 為什麼會走在一起呢 就讓我聯想到呢 會不會背後 金主就有一點點神秘的物靈呢 交託給他們搞了 那首先呢 就講一下當日啦 那就是 新首相呢 本來我們不是經常都猜測他 好像上一首那個 45天 這個呢 就涉及百多天搞定了吧 原來不是呀 反而是他搞定了 真正當地出生 根正苗紅 白色白膚色的幾個他的對手 全部被他踢了下去 收復了 所以呢 這樣才引人入勝呀 現在變成了一個 殖民的 一個膚色的人 去繼續引領老英 從此的老英呢 就被淪為二三線的國家呢 就真的確認到了 首先他做了什麼呢 他呢 就原來呢 就做了一個內閣改組 那個內閣改組呢 就將他第一個政敵 這位政敵呢 從前是商務大臣 叫做格蘭特沙普斯 就給了一個新職位給他 那叫他做什麼呢 負責確保長期的能源供應 降低帳單金額 並將通貨膨脹率減半 剛才跟你聊天的時候呢 中國最新的那個二月CPI呢 一月CPI 是一月CPI 是百分之二點一 老英是多少啊 過雙位數字嘛 你減半 行不行啊 是不是呢 還要說能源供應是暢順的 確保啊 不可能的任務啊 是不是呢 他背後的那個大老闆 在大西洋對岸的那個大老闆 白色頭髮 白刀經常都說給人家 好一盒眼睡那件 你早前8月7、8月走去中東求有 你都求不出啦 你現在叫人家去確保這個 新手上叫人家確保這個 個能源供應 你開玩笑嘛 行就好了 但是唯一這件事可取的呢 就是說這個新手上呢 為什麼我說他是大西洋比岸的一隻馬呢 喂 你現在早前已經和北極雄不妥當的啦 中東都不是很順利的啦 是不是 那你能源要確保供應靠哪位啊 那就大西洋比岸啦 是不是呢 大西洋比岸 就是把老鷹一直以來收入的錢 就一直供應回去給大老闆啦 是不是呢 大西洋比岸啦 是不是呢 那老闆就一定有條書養館的啦 是穩定的 是不是 那就非常非常好啦 是不是 通貨膨脹 減半 不可能又沒有啦 是不是 現在天天都罷工 又說隔幾一陣 哪個大的工會就怕罷工 你怎麼可以減半呢 他們要求訴求是什麼 加人工啊 如果你一加人工 是不是通貨膨脹啊 那就是不可能完成又沒有減半 就是由雙位數減回單位數 你以為變魔術啊 行不行啊 當然不行啦 是不是啊 這個當然啦 我們看看 現在的英國CPI 在一月份的時候 的值是10.5%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中國只是他五分一 老闆 你說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幾仇啊 如果我是新偉誠 就非常之仇啦 那這個很明顯是一個 公斗來的 其實呢 他原本就是 商貿的 負責商貿的 這個改組呢 其實也挺厲害的 他現在擔任的職位呢 是很特別啊 他是能源安全 正排放國務大臣 哈哈哈哈 正排放國務大臣 哇這個名字真的挺新鮮的啊 那你分拆得越小 其實就是說玩你啦 那由一位印度裔的人士 本來想著他是一個短期的 過渡的角色 但是的時候 說真一句 當然是容易控制一點啦 他在政壇的 歲月 並不是非常之悠久 那所以這件事呢 我就發覺到 只是吳方吳下 就是玩玩了啦 那這個是夠膽挑戰他的 又要降低個 賬金的金額啦 通貨膨脹率又要減半啦 那其實這篇文章呢 都要跟大家講一講 我們是看到一位呢 是叫屎客郎的 一位博主 他在微信上呢 有他的文章 寫得非常精彩啦 我就覺得很值得大家一起觀看的 我們會將他出處 告訴大家 不是我們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們有看很多資料 有些好東西都會跟大家講的 其實我們有看新委成的出道呢 是2015年 才是當選這個下議院的議員 2015年到現在 10年都未夠 是不是 竟然做了手上 這個真是光束的 我們看到 有些敵手 就玩了他 那你說 問誰 去找這些 這樣的方法來做呢 那就不用講啦 當然是拜登啦 這個很明顯的 黑材料最厲害的啦 自白手 C公司 F公司 沒錯 第二個 我們看到 另外一個金發佬 約翰遜 其實呢 就要 想競選 這個保守黨的主席 但是也是有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他 又說數字不清楚 那些 又被人查稅 說有漏稅 其實的時候 當他 後來就說 我不玩了 立刻沒事 立刻說 算了 不查你了 沒有比最高 其實 整體來說 是要把這個 政權 就牢牢握在手上 那麼現在呢 印度裔 就直接 統治英國 背後 大哥 很清楚 已經沒有辦法改變了 因為 形勢被人強 是不是 那麼你又沒有 你又沒有 西方強國那麼厲害 你怎麼可能改變到這個事實呢 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 副首相 米尼克拉布 就留任 這個留任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 其實我效忠 他就說跟 辛美誠是站在一起的 之前呢 就因為他太強勢 就被人說很多 又說他 很輕視 貶低 一班 人士 也非常粗魯和好鬥 這些媒體的做法 我們大家看到的 香港又是曾經這樣做 西方的世界裏面 尤其是西方強國 都是拿手好戲 濕碎 動用媒體 很簡單 還有大家知道 西方強國的國防部 五角那間大廈 其實是一個 很矮的大廈 但是的時候 他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跟英國那邊很有關係的 有些訊息 是透過金融時報 告訴大家 這一點 就非常清楚了 為什麼要 效忠呢 因為效忠 你才聽話 如果不是 我就可以搞你 就隨時搞你了 現在 是不是 告訴大家 辛偉誠是 贏眼 其實是的 老實實說 他文章裡面就說 力任的英國首相 尤其是 邱吉爾 邱潘子 如果在天有靈的話 一定會流淚探飾 我們大英帝國 為什麼輪到這樣的地步 殖民印度 最後直到印度人變成 英國首相就算了 連英國的政壇精英都被人玩成這樣 真的是事可忍 屬不可忍 哈哈哈哈 看見都 都為他 痛哭流淒 是不是 我們要向他們三鞠躬的 應該 謝禮呀 家屬謝禮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喂 你講開這件事 你剛才有個項目 我又有些 有些聯想 就是說 喂 那些人做了十年 扶到上手上 現在那個公鬥的三位主角 每次都很久的 從政 有一大段歷史的 最有限度再做他十年 做了二十年 才能扶到上去這些 黨主席也好 手上的位置也好 用了好多年時間 將自己 推上去 這些人 這麼快 由十年之間 扶搖直上 你會想起誰 就是污仔氣徵 是不是 對呀 有沒有想起污仔氣徵呀 就是說 現在兩大氣徵走一起 是誰安排這兩大氣徵上位 那不用說了 當然是西方強角 大家都很明顯 是的 所以他們現在先兩個會合了 才去搞歐洲 是不是 大家看地理位置 現在去到歐洲 獅子開大口拿錢 大家看地理位置很清楚 一個在東一個在西 是不是 剛剛 歐洲的東面 不用說了 一個島國 是不是 歐洲的西邊 剛剛好就隔開了 所以這個形成一個包抄 其實土耳其也要搞的 土耳其是要搞的 因為土耳其 又形成三面 即是圍了 那北極吉道 不用說了 挪威 這些地方 一定搞得了 是不是 你不靠 西方強角 靠誰 所以他整形成一個包抄 以及內裡的撕裂 這一盤棋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有這些棋子在手 你要搗亂 就不難的 內裡也提到一點 就是說 今次 我們看到新維成 送了一些武器 給亨端端 是不是 送了 說的送了是什麼意思呢 YES姐 交給你 他怎麼送呢 好過癮喔 好搞笑的 喂 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前 老英 給人一個印象是日不落的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有條件做日不落 船堅炮你 是嗎 是嗎 但是原來 多得這位作者提醒 原來 那些炮 就已經沒有了 調走了 送了給亨端 這樣說吧 大家 你又看不到人家的倉庫 我又走不到進去看那個倉庫 他是不是送了進去 沒有人知道 他說我們 看那個倉庫的存貨沒有了 你不信也不行 是不是 不過 你又知道你早前跟我們說過一次 他們做炮 做彈彈的東西 很浪費時間的 好吧 不是好似我們 我們國家 話整 趕快就印出來 你連 他們 要 一年半再才負運到 根本我們大家都是空心老觀 交不了課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搞笑在呢 喂 我送彈來 不過 已經沒有了 給了你了 我沒有彈了 還有呢 還說 祖女 他們說 他拍心口說我訓練你的飛機士 但是呢 話說 他們呢 英國 老英呢 近來呢 有一件事出現了 就是英國的軍隊宣佈 它的空降部隊 停飛兩年 蛤 你停飛兩年 那為什麼呀 原因是什麼呀 他說呢 因為它的 C130大力神運輸機呢 今年6月就退役了 不是沒有接替的 不是沒有接班的 有接班 那隻叫A48運輸機呢 要兩年先 要等兩年 等兩年就到位了 喂 你連飛機都沒有 訓練什麼呢 你訓練飛機師 你要學會 你有意外的時候 怎樣彈出來 或者怎樣空降 喂 你沒有了一架空降機 那怎樣跳傘呢 找什麼跳呢 難道就是去 去最高的山那裡跳下來 就叫做訓練空降 不行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些東西呢 英國就開了張空投資票 就給烏仔 烏仔我相信都心知肚明的 好了 說回你的包抄 你由那邊的烏仔 和英倫島 是分開中間隔了個大陸地 如果我順利去走 順利去走 是不是我烏仔的出發 烏仔氣症出發 是先踏入波蘭境 波蘭上歐洲見人 為什麼要繞一個大框 去了英倫島 當然有些東西不妥當 收了物令 收了Working order 就先進歐洲大陸 怎麼去掠水 對不對 這個完全是 這個完全是 還有的時候 說真的 整體來說 除了這個空降部隊之餘 剛才說過是因為C130的大陸神 運輸機今年6月就要退役 接替他的A400的運輸機 就要兩年之後才可以到位 飛機都沒有 怎麼訓練 這位作者是覺得很過癮的 如果停飛了兩年 這些人還個個成為大土腩 還可以打什麼仗 說到這裏大家就明白了 經歷了這一段時間 是呀 喝了幾罐啤酒 不斷喝啤酒 英國會怎樣 所以就這樣 其實最重要 就是 美國人前一段時間 他現在就告訴所有英國人 你們現在在全世界 只算是二流軍隊 根據美國人的說法 第一流 有四個國家 一個當然是西方強國自己 另外一個就是俄羅斯 第三個是中國 和法國 第二流 就是相對比較弱的中等國家 好像德國和意大利等等 好像英國二流都及不上 很害怕他真的數不到進去 俄客郎就說 很特別的 他說英國人這一種說法 尤其是把法軍 列為第一流 純粹是往自己面上貼金 因為法國是美國的民國 如果不是把他列進第一流 如果中國加上俄羅斯 二對一對美國 算硬的 把法國列進來 才可以是二比二 大家算平手 但是我們看一件事 好像法國人自己都這樣說 好像澳烏戰爭這些規模的帳 普通的武器 只是可以支撐兩個星期左右 導彈 只是可以撐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就玩完了 你說是世界一流強國 大家想想看是堅定流 大家想想看是堅定流 他都打了將近一年 中間這個差距 真是大到不用說 法國人 都這樣 如果 英國又怎麼看呢 更加慘 如果俄羅斯 真是動到來的話 正是憑英國 現在庫存的彈藥 只能抵抗 大家猜了多久 是一個下午 一個下午 德國呢 德國呢 比英國好一點 好一點 因為他前段時間 他們自己說過 如果俄羅斯打過來 憑著他們手頭的 庫存彈藥 可以抵抗到 一到兩日 左右 是英國人的兩到四倍 德國 厲害 厲害 這次是傾盡全力 將一些武器 送過去 對比屈蘭 口頭上這樣說 但是你真是會令到自己任何的防衛能力都沒有 辛偉誠很厲害的 說話要訓練飛機師 你怎麼訓練 這件事 就非常搞笑了 大家去思考一下 究竟這個問題在哪裡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二十多分鐘 我們下一集 再跟大家聊一下 究竟 有多好笑呢 這些事情 好嗎 YES JET 好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記得訂閱分享 點讚留言 還有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拜拜 拜拜 OK 拜拜